据外媒最新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专访时表示 若伊朗领导人接受美国的要求 并能像正常国家一样 美方将择其访问并将伊朗视作朋友 蓬佩奥说 如果我们能开出条件 让伊朗领导人停止那种行为 伊朗民众就会有很大收获 美国也将访问伊朗 我们就可以做朋友及盟友之间会做的所有积极的事情 对于正常这一表述 他解释说 正常的国家领导人不会掠夺自己的人民 也不会把人民的钱浪费在叙利亚和也门的冒险上 此前 美国在单方面撕毁伊核协议后 提出了12个条件 包括停止不浓缩活动 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开放其境内所有核设施 停止扩散弹道导弹 停止支持其在黎巴嫩 伊拉克 阿富汗 也门以及其他国家的盟友等 之后才能重新签订新的协议 分析认为 这无异于要求伊朗缴械投降 根本不可能实现 而今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显然在重复这一观点 看似向伊朗抛去了橄榄枝 释放积极信号 其实翻译一下却是 投降了还是好朋友 不过 朋友的最起码基础是互相尊重 而美国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与其说是朋友 不如说是附属 这符合美国的一贯蛮横无理 是其典型的霸权主义特征 尽管美国退出了伊核协议 并且貌似在煽动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 执行对伊朗的强硬政策 但客观而言 美国并不具备摧毁或者颠覆伊朗政权的实力 不少专家直言 美国对伊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颠覆其政权 但没有明确是和平手段还是军事手段 截止目前 伊核协议的其他五国 除了英国有所动摇 别的国家依然坚持力挺伊朗 站在了美国的对立面 25日 美国之外的伊核协议其他各方 在维也纳举行紧急会议 以讨论如何应对美国的单方面退出 不过 从伊朗方面表示可能会退出伊核协议不能看出 局势不容乐观 毕竟 美国的影响力过于强大 对于其他国家而言 对抗不是一个最佳选项 无论如何 美国的如意算盘这次是没得打了 因为其他大国对伊朗的支持非常坚定 尤其是俄罗斯 俄罗斯外交部日前明确表示 美国在国际平台上宣布伊朗为主要全球威胁的企图是没有前途的 因为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都不同意这一点 因此 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美国的对伊政策将比较尴尬 强硬没有出路 协议也已经撕毁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 蓬佩奥这次释放的访问信号不同群长 并且特别提到了叙利亚 或许 美国希望伊朗的军事力量能撤出叙利亚 这样的话 美伊关起有望出现缓和 而这也是以色列方面对伊朗最为不满的地方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既然能单方面撕毁一核协议 那么 美国接下来的任何言论 将即难得到伊朗的信任 那么 美伊双边关系只会继续恶化 甚至重新回到原点 伊朗本身综合实力不弱 外加俄罗斯的鼎立支持 因此 投降是根本不可能的 美国也就不要白日做梦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